小的甜蜜蜜 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很甜蜜啊 人家一直都很甜蜜好不好 而且他们就是很甜蜜啊 好 下面这一位大家已经猜出来是谁了 著名演员刘凯卫 来 下次有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明星刘凯卫 欢迎 大轻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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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开场 帅吧 太帅了 帅 一人三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 周一直在忙 我现在在筹备 所以我要当制片人的那个电视剧 什么类型的戏 现代的情感 就 听起来应该挺纠结 纠结 现代都市爱情 题材 商战 你演男主角 又做制片人 女主角 那就不用说了 出品人应该是杨幂 她是帮帮忙 帮忙打酱油 也不是打酱油 女主角 女主角 你看 所以两个人 这个戏好期待 对啊 特别期待 还说到刘凯卫 真的是 我们之前就知道 她演了很多的戏 而且长得又很帅 但突然发现 这是出身名门 就是最早 黄二华那一版的 《射雕英雄传》 父亲演的就是 《红七公》 这个印象好深刻 那个太厉害了 但是 这是父亲跟儿子 第一次两个人出电吗 这个戏 是真情吗 真情 对 这个戏你知道当年 在香港的TVB有多火吗 就是每天到了这个终点 大家就守在电视机前 看完了 哦 活动了 出门了 就是这个戏戏就是必看的 而且好像好几百集 一千两百多集 一千两百多集 拍了五年半 五年 五年半 你的青春就在这五年半 就是我第一部 真正有角色的 对 你和爸爸演的 都是父与子吧 对 特别想问 特别怪怪的 演的时候 爸爸会不会给你一点意见 爸爸一直一直都没有 他如果跟我聊的 可能娱乐圈的东西 可能就是一些 演员道德 演员又需要父的一些 责任 或者是一些 小八卦 小八卦跟你说什么 说你看那个 演你媳妇那个 长得不错 爸爸那个真的是我女朋友 没有 因为可能我 就 他以前的 就可能找个 十几二十年之前 那很多 这种现在的剧情 还都是在TV的时候 像刘德华 杨朝伟啊 他们都跟我爸一起 有拍过戏 你现在自己做制片人 你会找父亲来给你 这部戏会不会这样做 我有找过他 但是他太忙 他没时间 有 你看 他没时间 因为他现在还在 我多想摊上这么一老爸 对啊 太红了 他爸爸 所以你这次当制片人的这个戏 父亲会来客串一下吗 其实他很想来 可能到时候看有没有空档过来探班什么的 真的反正不管怎样 拍摄可能真的很难 不管怎样 我们就预祝这个戏大卖 而且大火 谢谢 那咱聊一聊旅游的事好不好 对对对 因为 平时喜欢旅游 对啊 去过那么多地方 又在国外留学 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旅游的人 可能太棒了 不是十分热衷于旅游 我觉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怎么呢 因为有一次我采访一个著名的女演员 那女演员我说 你有多少长时间没有休假了 她当时眼泪都出来了 很久 那女演员叫杨姨 大家都不爱旅游是吧 可能是真的没多少空前的时间都在开始 你们两个人喜欢在家宅着吗 一般都会可能休息的时候 还是比较喜欢在家里 但是我觉得如果等到妈妈年纪大了以后 要增加一些相互之间公众的回忆 不能逛在片场 对对对对 真的要开个车啊 比如说到外面去玩玩 其实我很羡慕戴君哥 我还好 一年可以去十几个地方 我真的认识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和她老公两个人 就开车到外面去旅游 他们车后备箱里面放着帐篷 荒郊野岭打帐篷的机会 很浪漫的其实 我还要看懒头包啊 这咬的都已经不行了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在留学的那段时间当中 因为我是去多伦多那边留学 那那个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大瀑布 对 还有我们大湖 就是看一下 可能也有去过 有没有想近一点的上水牛城 水牛城 说到水牛城 水牛城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 好了 我们下面的题目就要来了 好 好